大家好,我是小诺 都说秋天的萝卜晒得一身 可见萝卜的好处非常的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萝卜馅饺子的做法 不放鸡蛋,不放肉 比肉馅还要香 很像小时候吃饺子的味道 好吃解馋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萝卜上市的季节 我们这边超市里面搞活动 青萝卜八分钱一斤 三毛钱就买了两个大萝卜 萝卜清洗干净后去头去尾 再把老皮给它削一削 然后用擦拭器擦成细丝 萝卜皮的营养也很丰富 最好不要去皮 青萝卜含水量比较高 颜色翠绿,好看又好吃 两个萝卜擦了这么满满一盆的萝卜丝 锅中水提前烧开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滴上几滴食用油 然后把萝卜丝倒进来 焯水20秒 加盐可以去除萝卜丝中的辛辣味 而且还能给萝卜丝入一下底味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萝卜丝的水分 萝卜丝的颜色翠绿不变色 用筷子搅拌搅拌 然后用漏勺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中 再用筷子给它扒了一下放凉 不烫手的时候 抓紧把萝卜丝挤干水分 水分也不要挤得太干了 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放在菜板上 再把萝卜丝切碎 然后再剁一剁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油条 先切成小段 再将它切成小块 油条和萝卜搭配也是绝配了 不放肉吃起来也是肉肉的 特别的香 油条也不用切得太碎了 像这样吃起来有肉肉的口感 切好后放入碗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油条吸收萝卜中的水分 这样包饺子的时候 馅料就不会出水 搅拌均匀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来和面 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两克食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用180克的凉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用凉水和面包出的饺子 饺子汁更加的筋道好吃 调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这样一个粗状的面团 盖上盖子松弛5分钟 锅中烧开水 放入一把红薯粉条 用筷子搅拌搅拌 盖上盖子 把粉条泡软 5分钟后 把面团移到面板上 再好好的揉一揉 经过5分钟的饧子 面团变得更加柔软了 揉起来比较轻松 把面团揉匀揉透 再整理成圆形 然后放到面盆中 盖上盖子 饧面20分钟 这会儿粉条也浸泡好了 把粉条控水捞出 放在菜板上 再把粉条切碎 粉条尽量切得碎一些 这样包的时候好包 馅料中加入粉条 吃起来也是 扣扣弹弹 软软弱弱的 特别有口感 切好后 把它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放一些 这样葱香味浓郁 切好后 放入馅料中 接下来我们的调馅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鸡精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加入黄豆酱 可以给馅料增加酱香味 再加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样馅料就调好了 面团之后也饧好了 变得更加细腻了 非常的柔软 饧好的面团不用揉 直接在中间给它焯个洞 然后给它捏一捏 拉伸一下 拉伸成这样的圆环 从中间切开 然后面板上撒上点干面粉 再搓一搓 搓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 在面剂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给它搓一搓 让面剂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这样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了 把小面剂整理一下 按点 再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 取一张饺子皮放上调好的馅料 因为是素馅的 馅料有点散 用勺子按压一下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把它包起来 我这种包法是比较传统的包法 是月牙饺子 这样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包好摆放在包机里 锅中烧水 水开后加入一双食盐 搅拌化开 加入食盐煮饺子的时候 饺子不容易破皮 东西粘连 再下入饺子 饺子下入锅中 用勺子的底部 沿着锅底轻轻的推动 防止粘锅 水开后往里面打入一盒凉水 树下饺子打一次凉水就可以了 煮这饺子 各个圆鼓鼓的飘在水面上 像这样饺子就熟了 用漏勺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 再蘸上自己喜欢的料汁 吃起来真的是太美味了 饺子皮柔软筋道 馅料鲜香味美 淡淡的萝卜的清香味 饺上一口还有肉肉的口感 真的是太美味了 不放鸡蛋不放肉 食材简单 两块钱就做这么一大锅 全家人都喜欢 比肉馅的还要香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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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